我们来看老师断针的原因 右手边这个针就快夹到左手边那个针孔了 本身它拆了材料以后就怎么不断针 如何让那个针条的中间我们来教不懂的朋友 先拆掉针板做的前后面板 后面这个也拿掉 夹板拿掉过后 我们再把那个两个螺丝也给它松了 这个针板做整个是上的左手边这个边座上面的 这里面是两个一字螺丝 后面松了过后 我们再在前面面前这边来 这边也是两个螺丝 也是上下两个螺丝都要给它松了 螺丝松了过后想怎么调就可以怎么调了 它这个针板做不是整个都往右手边偏吗 我们拿螺丝到在右手边这个缝线里面 往左手边敲一下就可以 这个左右就可以敲动了 反正目的一个 让我们针下去在中间就可以 正常右边这个针离这个针板孔又远一点这样才好 就好比这个材料嘛 就要远一点点 这个是可以的 如果是不行的话就下面也可以调 还有就是那后面也是可以再调一下的 调好了过后就是螺丝的锁紧啊 断针弯针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个问题 看那个针是朝哪边弯的 你看像这个针 它是朝左手边弯的 那就是说右手边这个针插着这个左手边这个孔去了 还有就是直接断了现在插在鞋面里面 还有就是够三条线也是这种情况 再就是轮子牙齿不能太摇晃 试一下 还有那个轮子牙齿不能太摇晃 你那鞋面两三层轻盆没成绩很大 不然不会走 你看我把你吊得去吃两个车 哪个叫你吊得去嘛 吊得去两个车吧 你看我没按很大 我是说的不走 你那个断针跟那个没关系 你正常车 在这里你不要车那么慢 你改那么车那么车 车快点 我不走 我不走死了呀 我不走死